幹部的工作 做執展表最後有一條 就是打小報告 導演你不打小報告你當什麼幹部 可是你打小報告很為難 因為我當幹部我當很久 尤其我當秘書的工作 我什麼情報都不給老闆 老闆就很懷疑我 你在幹什麼 你是幫我忙還是要害我的 我聽不到事情你就告訴我 那當什麼秘書 可是我一告訴他 他馬上問我誰說的 中文很奇怪 中文很奇怪 中文一聽到話馬上問誰說的 那我知道年輕不懂事 我就說誰說的 啊你等一等 他馬上打電話叫他過來 什麼秘書說你說這樣有沒有 我完了 我真的完了 這在西方沒關係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啊 有什麼完了 中文就是不行 他就恨你啊 不管你講得對講得錯他就恨你啊 然後更可怕就是從此沒有人跟你講話 只要你像老闆出賣過一個幹部 一個同事 以後大家看到你躲得遠遠 明明在講什麼看到你都不講 你就耳不從目不明 然後老闆就把你踢掉了 所以中共這種事情太多了 一倒小巴高 大家就恨你 不倒小巴高 老闆就把你幹掉了 呵呵呵呵 所以什麼叫幹部 就是隨時會被幹掉的人 叫幹部 我可以舉出很多幹部很為難的地方 我後來懂了 我跟我們領導講 有人認為這樣這樣 他馬上問我誰說的 我回答 我說我被他氣的 忘記他是誰 老闆說太好了 你這個 很有義氣 呵呵呵 我氣的人他是誰 我都不管他了 人要保護自己 為了完成工作 不是為了自私 為了自私保護自己是不對的 為了工作的順利 為了下次還可以繼續工作 你要保護自己